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继续向下学习下一个空间 菜单栏 那么对于一个英文程序来说呢 菜单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这个PPT 这上面这些开始设计动画这些等等 这些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菜单栏 它提供的操作是非常丰富的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怎样在我们的这个程序中加入一个菜单栏 我们今天就讲这一个空间 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新目标 首先呢我们要掌握这个菜单栏的使用方法 包括这个添加和实现 然后掌握一下这个使用QT设计师添加图标的这个方法 每个菜单栏的那个每个菜单学校呢 都会有一个小的图标跟它对应起来 这样呢进美观然后又直观 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掌握一下这个菜单栏这个曹函数的实现方法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菜单栏呢是几乎所有的应用程序都有的 提供常用的这个文件操作 包括这个什么工具啊编辑啊帮助啊 这是我们安装的这个开发派次程序的这个空间扩展 扩展程序 然后包括这个RUN、Window、HALP 里面就有一些这个我们就常用到的这个添加扩展程序的这个功能 那么在PUIQT中实现这个菜单栏呢 主要有几个步骤 首先要添加这个像这个GUI界面中添加这个菜单栏 然后呢要编辑这个操作选项 因为这个菜单栏一般都是这个像那种下拉的嘛 你点击之后它会有一些下拉的选项 然后呢这每个选项在PUIQT中呢叫Action 那么我们要为操作选项呢添加一些图标 然后最后呢要实现这个Action的这个曹函数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样向我们这个工程中来添加这个菜单栏 我们还是到这个Anacanta下面找到这个Eric4把它打开 这个我们讲课的工程中呢用到了很多包 我们都没有跟大家交代是怎么装的 因为这个Anacanta里面它就包含了这些包 所以至今为止我们不需要额外的安装任何的扩展包 有一些Anacanta中不包括的呢 使用的时候我会教大家怎么安装 这就是使用一个好的平台的这个效果 就是大家可以省很多力气 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学习语言的本身程度上 而不是花费精力去找扩展包解决问题解决它的错误 那人生该浪费多少时间 打开这个UI 这小子老是打开的很慢 打开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菜单栏呢我们说它也算一个空间 但是我们来找一下在左边 Layouts, Spacer, Buttons, Atom Views, Atom Wedges, Containers,容器, Input Wedges,输入空间, Display Wedges,显示空间 找了一圈发现没有这东西那怎么添加呢 我们选择我们这个主界面就是这个min window 在上面单击鼠标右键 OK看到了没 第一项创建菜单栏 好我们点击它 OK我们发现这个整体这个画面布局被往下推了一点 这个菜单栏硬挤了上来 在这个我们GUI布局的这个最上一层 它默认就是在这一层 点击这里输入 那么我们点击一下双击 双击之后菜单栏的第一项一般都是文件 然后敲回车 OK发现了产生了一个变化 它下集这里又提示点击输入 那么右侧这边还是有点击输入 也就是说你可以实现文件的下一集操作 我们还是双击 比如说文件最常用的就是打开 打开之后呢 这里边还有关闭 然后这个保存 然后文件这边还有退出 好那么常用的这四个操作是一定会有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边一般会有这个 编辑编辑编辑下边会有这个复制 粘贴 还有一个剪贴 等等这些操作吧 然后呢这边呢我们再点它实现一个这个什么工程 然后打开工程 然后打开工程 还有创建工程 那么就还有这个导入工程 导出工程 好我们就添加这几个一般这个应用程序呢 我们知道这个一般还有一个帮助界面 然后在这个帮助里面一般第一项是这个关于就是介绍这个这个框架 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了啊这个关于框 然后在这里什么这个使用说明 然后再来一个什么 注册 还有什么联系我们等等等等这些啊都可以实现 那么查完这些之后我们保存一下这个界面 回到rk4里面 编译一下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卡尔菜单做出来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在码大大大 然后运行 OK 在这个第一栏看到我们这个卡尔菜单 好点击文件 下面打开关闭保存退出 当然了我们有这个藏汉数 所以这个花群秀腿只能看 没有什么实际的功能 复制粘贴 减切 工程 创建导入 打开 帮助关于 注册 联系我们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看 这个怎么样 给这个我们亲家这些操作 给他附上一个小图标 好 就是我们PPT里面讲的这个为操作前项 加图标 这个action我们刚才已经加完了 就是每一项都做什么 图标 我们看一下 打开这一项 呃 要在他的这个属性里边找 那么当然了找属性之前 我们肯定要把这个 资源添加到这个资源管理器里边 好我们先看一眼这个属性在哪 呃 现在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 文件打开 然后这有一个icon 这是图标 图标我们点击一下 发现他在这个资源管理器里边选择 好 那么对于一些常用的图标呢 我今天也提前下载了几个 然后放在了这个工程公路下 当然我刚才随意敲了很多操作啊 这些操作可能没有找到所有的图标 跟他对应 但是我找了一些常用的 在这个icon这个文件夹里边啊 比如说这个关于啊 就用这种图标这个信息框 然后这个购买 help 帮助 key 是这个注册框 open 是打开 play 是这个播放 quit 是这个退出 那么我们还是先把这些 加进我们这个资源管理器里边 然后我们在这个下面再添加文件 把这一串都给他加进去 ok 加完了 好 我们这个图片虽然存在不同路径下 但是他这个先加的时候 可以加在这同一个前缀下 但是呢 在这个icon文件夹中的这个图片呢 都会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前缀 那么这个图标文件呢 大家注意要去网上下载 这些图标我都是从网上下载的 下载这个png格式的 如果你不幸下载了这个gpg格式的话 你自己下一个图片格式转换工具 把它转换成png格式 那么这边呢就可以给这个打开文件 好 刺牌一个图标 在这里边 open ok 看到没在这边 然后关闭 退出 退出 退出加上这个quit 插掉 怎么叫它保存力 这个如果搞错了就复位掉 点那个小小箭头就复位掉了 复位的时候就没什么都没有 退出 退出给它 那么我这边 再给它加一个什么播放 好 给它一个小图标 这个小叉叉 调一下位置 直接拽 这到这来 ok 这就调完了 编辑这个没有太多相关的 这也没有 帮助里面有关于 那么给关于一个小图标 然后这个使用说明一般是这个help 帮助 然后注册就是可以用这个买p都行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就乱给它一个钥匙吧 好 然后保存 保存之后我们再来看 好 编译成功 证明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来看运行 文件 打开播放 关闭 保存退出 嗯 啊 忘了编译资源了 所以看不到图片 好 这个一定要注意 把这个资源编译完了之后 再来编译这个界面 然后再来运行 不然看不到我们新加入的图片 好 文件打开播放 退出都有图标 编辑这边没加 帮助这边关于使用说明 注册 联系我们 这都有了 这样看起来呢 这个就美观多了 因为就加一个小图标之后 符合一般GI程序设计的这个原则 这上面前面加一个图片 免得那么生巴巴的 像这种看起来这个很low 好 这个图片我们也加完了 当然我今天找的图片不过多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模式 自己往里加 这个就不在这里演示了 我们再来看这个 实现Action的这个曹函数 这个怎么实现呢 这个应该就算是老三样了 在这里面 我们刚才那些呢 所有的东西都叫Action 所以呢 这个发热信号就是这个 ActionJ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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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